歡迎收看波羅說看董仔 記得訂閱今天水腫的我 今天呢 我又回來當乖孫女了 去年的過年 我阿嬤跟我Oder了冰箱 今年的過年 洗衣機也壞了 我家裡的食衣住行 基本上我包辦 然後我今天要幹嘛 我要把阿嬤的碰層直接換掉 你要把睡了阿嬤40年的床換掉 睡了喔 你要把阿嬤睡了40年 你剛剛倒妝劇耶 所以說我們等一下上去 然後直接把阿嬤帶走 帶去店家 因為我不知道她愛睡軟的還是硬的 老人家的骨頭我不知道 走 阿嬤家 第一次公開我們家的主臥房 阿鳥耶 然後我剛剛訪問過我阿嬤了 這個碰層真的差不多40到45年以上 她完全不記得了 裡面喔 夭壽夭呆 我阿嬤現在在後面笑得很開心 我想問一下喔 妳既然身為一個乖孫女 對 阿嬤這個阿嬤的房間啊 對 就是譬如說像這個地方啊 這邊啊 這邊 對 這邊 這邊 遺傳嗎 這是遺傳嗎 這不是遺傳 是我如果幫她整理 她會找不到她的東西放在哪 倒不如讓她弄 我們有問題在問她東西放哪裡 就跟我不要動你的東西 妳自己整理意思一樣 欸 是遺傳 我們隔在遺傳 這是遺傳啊 這是遺傳啊 有種你怪阿嬤 我們要帶阿嬤去挑床 GO 所以我們來到德瑞克名床的店家 然後我們剛剛其實已經大概先進來5到10分鐘 阿嬤不受控 她一直在試桌 一直在試 一直在問 然後我們就還沒準備要拍 但她已經問了好多問題了 那通常譬如說我們一般客人來的話 我們是不是自己要先告訴你說我們喜歡睡怎麼樣的 對 那原則上因為躺桿這種東西是比較主觀啦 所以我們都會先以我們自己家最適中的床墊 讓大家去看 所以你通常第一個會先建 第一個就是這個 馬毛 對 因為它裡面的材料有一層是放馬毛 那它是我們的所有床款裡面最適中的 對 所以我們一般都會先請要來體驗的人先躺這個 然後再去挑選軟一點的或硬一點的 坐下去這邊也不會被那個 因為現在的床內都是獨立桶 它每一顆彈簧都是分開的 所以抗干擾性都比較好 對 它就比較不會被干擾到 通常是阿嬤干擾阿公 因為阿公比較瘦 阿嬤比較瘦 阿嬤比較福氣 跟那邊比較重 還是要比較重的 那個是樂活健康 它一樣是用獨立桶彈簧 然後它裡面沒有麻毛 它是放乳膠 然後跟比較硬的泡棉 我們就是針對長輩的都是這個 就真的 大家都要 對 我要睡得比較重的 阿嬤你睡得越久它就都會獨立了 對不對 床墊睡久了一定都會再越來越軟 通常多久床墊要換一次 一般床墊都可以躺八到十年啦 那像這種躺四十年的 是不是有點過久 對 因為真的有點久 它這個比較會明顯的感覺 比較膩一點 剛剛倒一丁也差不多 很可愛喔 遠遠的然後這樣躺下去對不對 對 你是在笑這個 應該OK啦 對啊 差不多了 可是你要決定喔 你要這個還是那個喔 你比較喜歡這個嗎 這個好了 可是通常 譬如說好比說買衣服都會有穿多久 可以換換的意思或會的意思 床墊也可以 因為床墊其實 你在現場實際躺的時間沒有那麼長 因為你沒有真的睡著 對 沒有真的睡著 那所以我們也有提供十天的試睡 對 就是床墊送到家裡之後 也有十天的鑑賞期 你們可以在家自己躺 躺一整天去感受一下 到底是不是真的適合自己 那我舉例好比說 阿嬤挑了這個他躺 然後他就覺得 好像覺得想要回來再換成馬毛的 是可以 可以 十天內都可以換 那我再問一個 通常小資族一定都會希望可以分期付款 我們也有嗎 也有 最高肥分到二十次期 然後都是零利率的 哇 幾零利率耶 你不會有壓力你知道嗎 對啊 破營 一期大概就是九百多塊 很便宜耶 很便宜耶 我們的主要的服務就是 十天四歲 然後免費收到府上 就是不管你住幾樓 我們都會 你一定要當上去 不然你一定要當上去 對 我們一定都會幫你當上去 自己要當上去 自己要當上去 然後就得我們都很收走 沒錯 了解 欸 很舒服耶 我們家的要不要也會喜歡 可以啊 你看你挑你的啊 可是你喜歡軟的還是硬的 我跟阿嬤一樣 我也是喜歡硬的 我問一下 因為我忘記我上次看什麼文章 他就說其實床是可以 比如說睡了半年或兩三年 然後可以左右這樣轉眼 正常是需要這樣子 那天我就有在玩 你都有在玩 阿嬤很專業 阿嬤知道了 真的 我自己換兩三次過 40年換兩三次有點少 有點... 40年換兩三次有點少 突破盲點 需要再多歡迎 對 欸 那這樣子你要不要去 躺躺看另外那個 因為你說你喜歡硬的 好啊 這一張丁肌麻毛 它是適中的 對 它裡面有一層就是這個 哦 對 這個就是它所謂的麻毛啦 欸 麻毛原來摸起來 是這樣粗粗的 來 阿嬤你摸看 我先躺一下硬的好了 好 你先躺硬的 麻毛它的特性就是 利用麻毛中空的纖維 所以它躺起來比較不會那麼悶熱 麻毛中空纖維它本身就是 會吸濕排汗 哦 躺起來就比較不會那麼悶熱 哦 我好像很需要耶 那張丁肌麻 那個彈性不錯 如果你們要彈性更好的話 軟床這個 這個更適合 這張床那邊叫愛愛寶貝 愛愛寶貝 愛愛寶貝 愛一下 它的彈性就是特別好 欸 這個真的是伸下去耶 這整個人都伸下去 欸 那我想彈彈看愛愛寶貝 你想要跟我一起彈彈看 不是 是我自己彈彈看就可以了 你沒有想要 我沒有 對 剛出下來可以摸看 欸 可是這個會伸下去耶 可是我覺得這個太晃了 對 那換我唱那個 這種適中的好像真的 比較適合一般大眾 因為像我剛剛那個 我覺得我這樣翻身 我的屁股是會這樣子 這樣 可是這個的話它好像平均 就是你比較好施力啦 對 這個是阿嬤剛剛挑那個比較硬的 你覺得咧 對 它就是 我剛剛講有一個緩衝 嗯 那個緩衝的意思是 就是好像 Couchone必正 Couchone你知道嗎 就是會有一個 類似護腰的功能 它會把你的力量回饋回來 對對對 哦 回饋 你看人家多專業 對 回饋回來 那我講Couchone必正 不是一樣 這個就是我躺上去的時候 你不會直接感覺到 好像撞到很硬的東西 嗯 這個就是剛剛阿嬤躺的那一張啦 對 我覺得OK 而且阿嬤躺起來它也覺得OK嘛 它其實裡面的顏色也滿漂亮的 我覺得滿文青的 對 而且摸起來是很舒服的 而且阿嬤說她最近她都不用床包了 這款她的表布是用天絲材質 對 它會比較結構 比較滑順一點 對對對 對 好了 那我們等一下先趕快 預約好送貨的時間 我們就期待新的碰城 來到阿嬤家 GO 好 欸 你很煩欸 走 走 哈哈哈哈哈哈 弄完了 喔 很喘 感覺怎麼樣 輕鬆 好啦 這樣買名稱 尚莉有開心嗎 有喔 謝謝啦 你的頭順順比較好 阿嬤很開心 阿嬤只提下去 不想起來 我又感覺到 她沒有想起來的意思耶 對 阿嬤倒了就沒想起來了 哈哈哈哈哈哈 啊 這樣用不舒服的東西 倒了一點點 輕鬆一點點 對啊 阿嬤一開始就說 比較喜歡這種硬一點的 沒有 我就沒辦法軟的 軟的睡覺 我真的要油溜溜 我們把阿嬤40年的名稱換掉 是件非常成功的事 太棒了 真的 太棒了 真的 阿嬤很高興 很高興 哈哈哈哈哈哈 喜歡每一次幫家裡換了新東西之後 阿嬤的反應 她給我滿滿的反應 我相信這個床她一定會睡得很舒服 嗯 希望大家 愛要及時 及時的跟你的家人 你的親朋好友 表達你對他們的愛意跟謝意 影片最後記得要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然後我們家的名稱也要換掉了耶 耶 床來了 而且我的這樣子看起來 我的腿更短耶 然後你的腳腳這邊 就不會再吐出去了 這樣可憐 每次我跟你們說 海力睡覺都怎麼睡 她不會直接這樣 然後睡斜著這樣子 然後她這樣睡的時候 我呢 我就只剩這樣子睡 因為我那個 之前那個床太短 我的腳都是這樣子的 對 然後我現在就不會了 另外一件跟令人開心的事情 就是我可以買新床包了耶 這就是女人的購物欲 哇 換了新床也要換新床包耶 一定要的 欸 這個是特大耶 那就這樣子囉 我們今天一定會要好眠 我們今天晚上要幹嘛 沒有幹嘛 要做運動 沒有了 掰掰 要做那個大人的事情 掰掰 董仔要用弄 弄了 那你了解是齊龍剪的